洛县官员周三宣布允许部分校园重启 为12年级以下的残障学生和英语学习者 开设小班授课 进行面对面的指导和服务 但对于大部分普通学生来讲 依然采取线上教学的方式学习 这一计划将从9月14日起实施 旨在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 需要回到教室的特殊学生 而计划开放的学校 需严格遵守该线的重新开放协议 每班不超过12名学生 以保证师生安全 数据显示在2019至2020学年 整个落线约有26万名英语学习者 和19万名残障学生 而自3月份加州关闭校园后 这部分学生无法通过远程教育 达到期待的教学结果 因此让最需要面对面教学的学生 回归课堂 得到了许多学校和家长的支持 8月底 城县家长们还就州长纽森封闭学校的命令 上告法庭 要求为残障儿童和有特殊需求者开放校园 尽管如此 落线恢复课堂教课计划的实施 还是困难重重 不少学区教委和教师工会 目前仍然处于观望态度 并没有立即着手准备恢复开放校园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洛杉矶综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